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被网友爆料校园霸凌 而引起争议的AIMPINK队长 今天终于澄清了 11月22号 所属公司正式声明 透过警方的调查 举报人以虚假事实威胁等嫌疑 被移送到检方了 举报人在2021年3月 演艺圈持续爆发校园霸凌争议的时候 向多数记者们大量发送了 有关博秋冲私生活的虚假事实后 要求博秋冲退出演艺圈 我们向江南警察局提告了举报人 这7个月来 警方调查了伯秋冲 举报人 以及当时在现场的友人们 跟伯秋冲与举报人的同学们 最终警方判断 举报人趁着当时校园霸凌的风波 对大众们公开了恶意剪辑的录音 与内容无关的照片来威胁伯秋冲 因此决定将本事件移送到检方了 最后伯秋冲的法律代理人表示 对于网路上的造谣 也会采取法律措施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唉 秋冲辛苦了 应该就是两个人吵过架 就把这个造谣成霸凌了吧 留过刷烟的人 应该不会看这个消息吧 或者是又会说 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吧 太好了 我是粉丝 很相信 又是各种感情交叉的几个月 但是因为是我喜欢了十年的孩子 我的这十年不会错的 就这样等待了 今天听到这个消息 真的是太幸福了 希望苏金的结果也能早点出来 真的是太好了 白秋冲 加油 下一个消息是 旁坛苏远南在美国三大颁奖典礼之一的 全美音乐奖拿下了三冠王 今天旁坛苏远南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2021全美音乐奖 获得了 Favorite Pop Dual Group Favorite Pop Song 以及相当于大赏的Artist of the Year 等三个奖项 而彭坛苏远南也创下了 亚洲歌手首次在全美音乐奖 获得大赏的大纪录 竟然能看到这一天 恭喜恭喜 哇 大赏疯了 克克 恭喜恭喜 哇 不是粉丝都起鸡皮疙瘩了 克克 彭坛苏远南真的太厉害 太值得骄傲了 然后今天 成员们在说得奖感言的时候 成员因为突然忘记台词 结果就被大哥拖出去了 We wanna focus on We wanna focus on Yeah Auntie please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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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